大家好 我是爱的元神 今天带给大家元神4.8前瞻卡池爆料 吊箱4V2改动 尼鲁起凉凉肌肤建模手报 5款脱维特效手报 元神4.8爱梅丽埃专无态辣眼 魔法杖不如给钟离 外观割裂严重 元神4.8卡池 那台有大料 确定开放100集 火神童曝光 火主新外观太绝了 元神5.0新圣遗物来了 双火后台登场 火神 西巴拉克技能机制曝光 4.8掉相思卡池爆料 元神大节奏来了 米哈游又切割二游上热搜 今天在论坛上突然爆发了一个大节奏 也就是所谓的米哈游玩家切割二游的话题 米哈游凭借着元神 崩帖 崩3崩2 以及即将要上线的绝曲0 几个米家游戏 就占了整个二游流水的70% 可见米哈游戏的用户数量有多庞大 而反观明朝 兰元 明日方舟等等 加一起 还不如一个元神流水来得多 这也导致了不少厂商经常出现 今天收留心碎 明天米哈游打压麻辣仙人有难不玩 等话题来天天找茬 所以这次 元神玩家决定彻底切割二游 监后米家游戏都统一叫做米游 以后米游归米游 二游归二游 省了一群人 天天乱带节奏 还要算米家游戏的流水 以后像什么有难不玩的 别管我们米游的玩家 你二游什么档次 什么流水和体量 自己玩去吧 而且大伟哥很早之前也说过了 我们米哈游的游戏 不叫二次元游戏 而且内容游戏 大伟哥的原话是 外界把我们定义成二次元游戏 但其实 内部不管是蔡浩宇 还是我也好 还是我们其他同学 我们自己并不这么看 我们自己更喜欢用另外一个词语来形容我们 我们就说 我们做的是内容游戏 所以米游老早就已经和二游切割了 请高贵的二游玩家不要来管我们米游 PES 二次元包含二游加米游 但是二游不等于二次元 对于切割 有玩家就觉得挺好的 甚至应该分得更细一点 就像以前 B站有一个统一的拜年纪 也是经常在吵架 现在各个圈子都有自己的拜年纪 各玩各的 也省个吵架了 支持把米系游戏切出二游 迎接真正的二游王者 DNF手游和王者荣耀 让我们的二游市场 再次伟大一片光明 这就叫具有米哈游特色的二游文化 有一点是要明确的 不是米游圈切割二游圈 而是米游圈自我切割出二游圈 高贵的二游圈 我可惹不起 切得好 两拨人隔开个玩个的 谁也别犯着谁 等等 但也有玩家认为 米切割二游 本身就是逃跑行为 二游社区变成这样 米的功劳最大 现在罪魁祸首想要逃跑了 不能让他们别跑了 切割完之后 他们又该说 有难不完和混测 是你们二游的事 关我们米游什么事 原神 4.8卡池都没意思了 那塔有大料确定开放100集 火神童曝光火主新外观太绝了 4.8卡池消息 说来说去这两个版本的卡池 角色基本也就那么多人了 4.8是 调香师那维亚来欧斯利逆路 当然 4.8的卡池有更改的可能 比如改成深鹤星海 把某些角色往后顺眼这样 不过总体来说 应该是大差不差 基本就是这几个角色了 角色100集正式开放 我们现在都知道角色最高只能提升到90集 这次很多消息员和舅舅都确定了一条消息 那就是5.0那塔开服的时候 将会开放100集 100集有什么影响呢 主要谈问点就是 某些反应会突然强势结起 弱势的反应强度会追上来 比如超载激化 赶电视跟角色等级挂钩的 水涨船高强度环境将迎来洗牌 那塔画质改动火神童 还有重磅的就是 火神童的消息已经有了 包括火之印都放了出来了 是正经泄漏的爆料图 提到过舅舅们开始整理手里的设计稿等图 很可能是已经有了那塔的消息了 看来也并不是传言了 最大的改动优化是 画质全面提升 很多人都说手机端的画质太差 看来是攻克了最大的技术难关了 5.0大料总结 总结一下 除了火神童和火主命作 目前已经确定的是 那塔地图将洗牌画质提升 据说如果经历某些剧情之后 地图会有颠覆式的永久改动 而且重点是 并不是只有那塔里月蒙德丰丹 到期须迷 国家都有可能改变100级确定开放 还有咱们提到的机制 确定是坐骑系统 而且火系主角将有新的外观形象 虽然可能仅仅是衣服改成红色条纹 这点强烈推荐改成下图同仁外观 调香师的专武 目前已经在测试服上线了 这个专武的外观 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也非常的特殊 与其他的长枪武器类型 是相差很多的 更接近于之前上线的 四星仙女棒的武器样式 然而这一次 我并不是要吐槽调香师的专武 不好看 而是调香师自身配不上这个专武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调香师与多把五星限定长枪武器搭配的样子吧 全部看完你就知道 调香师的专武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首先就是钟离的专武 雷神的专武 以及仆人的专武 这三把长枪武器跟调香师 没有任何一点是能够搭得上的 而且属性方面也不契合 所以外观档和强度档都不推荐了 而这一张图片里中间那一个 类似于魔法仙女棒的 五星限定武器就是调香师的专武了 光看武器的效果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我已经能够想象到 有多少玩家要给钟离佩戴上了 但是这把武器实在是跟调香师没法配合 丰丹以来的所有角色都跟他们的专武非常契合 尤其是仆人 还有特色的大镰刀 但是到了调香师这里居然出现了 专武外观和角色外观不匹配的情况 反倒看和仆渊和调香师有几分的适配度 要比专武的外观适配度高得多 看到这儿 我已经不太想凑调香师的专武了 最后就是天空长枪跟调香师也比较契合 而申赫以及赛诺的专武同样跟调香师格格不入的感觉 调香师这个角色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这个身形就不适合长枪 哪有戴眼镜穿裙子加个小帽子的造型再拿一个长枪的 实在是太违和了 如果他是法器角色的话 可能专武还有很好的设计空间 当然策划给他安排长枪武器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技能机制类似于皇女 如果给他安排上纪理系列的武器可能会导致强度超模 而长枪武器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 后续的5.0那塔火之国也会有火神西巴拉克伊安山等角色的登场 同时也会有两套新圣遗物的上限 就目前舅舅们给出的消息来看 其中一套圣遗物是给吃攻击力的C代的 还有一套则是给全队加攻击力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消息 而有关于火神的相关消息也来了 目前看来火神是热情开朗的大姐姐 火之神定位据说是后台协同输出并附带 一定战场爆发能力的五星火元素角色 战绩可以给队伍的成员提供一定时间的灌火输出 基于协同角色的攻击 还可以提升火神协同攻击的伤害 大招则是让火神进入火附魔状态 看样子应该是火系后台角色 至于五星火系男孩西巴拉克 据说是通过战斗牺牲自身 找为其他队友提供争议的辅助型火元素角色 战绩可以低频后台挂火 这么看的话 5.0那塔将会 有两位五星火后台角色 登场不过4.8版本 还没来 这时候就有火神和西巴拉克机制定位的消息 可信度还是比较低 神4月8日前瞻奉面 尼露起凉凉皮肤建模手报 我款脱尾特效没报了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 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就是卡池方面 4.8卡池基本实锤了 调香师 尼露娜 维亚 加莱欧斯利 调香师会跟尼露一起在上半陪跑 并开离月混池 离月混池名单分别是 甘与七七 克勤公子叶兰加胡桃 只是可惜了 甘鹤依旧位复刻 推测会在5.0版本和钟离一起复刻 斗关4.8新章移动效果 也就是类似王者里的脱尾效果 175个 17一个月 要一年才出60个 不过 七七这个小鬼魂真是让人太喜欢了 没想到还做了区别挺用心的 哈哈哈哈 卢老爷 你衣服着火了 话说场猫猫是制作主真爱吧 怎么什么都有它 喜良良赚大了 又有皮肤 又有脱尾 可以说好看但也没有特别花哨很喜欢 厚续的莱欧应该是狼尾巴特效 从云和鹤的脱尾会是福禄吧 有关妮露和喜良良皮肤的灰膜展示 两款皮肤一个高跟一个裸足 两种XT仪式满足 目前为止感觉还不错呢 挺美的 特别是妮露的脚被花环装饰之后 备受争议的牛角终于是没了 不过两人模式都戴上了面纱 感觉喜良良的会很好看 妮露的头饰应该不错 但裙子这种还是要看配色 内鬼透露都是以蓝白色为主 期待一波近期的渲染效果吧 让你的天空突然 夹起了大雨 使我再为你眨无眼 让你的发肆微乱 有真风吹过 使我 愿意从上面 插 咋来啦 吃鱼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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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 咋咋 中文字幕 李宗盛